很难100万的房子尽量可以卖到105万甚至更高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今天就教你如何二手房快速卖个好价格 一共5点 最后一点最重要一定要看完 第一 景象一定要好 穿的有品味一点 要买家看到你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你的房子品质不会差 举止风度有礼貌 买家看价也不会太狠 相反如果你穿的邋里邋遢 不会觉得你困的不好才卖哦 第二 如果询问你为啥卖房 同意回答 出国不是房子不好 是我混得太好了 就要给卖家这样的感觉 你选择我的房子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成功 第三 好几个取决 几百块钱就搞定 和真正的客户邀约上的一起看房子 制造这套房子 非常热销的场面 最关键的动作是什么 假装看这套房子一圈 然后拉中间过来敲敲的说 借你不说话 此时真正的客户一定着急 第四 先在网上挂房源 然后你就会收到很多热心的中间 要给你卖房子 加10个8个的微信 然后挑选出其中三个 最勤奋 最专业 最积极的 跟他说成交额外奖励 你懂吗 最后一点最关键 谈他一定是要在你自己的房子里面谈 你的主场里做主 更有利于高价格的成交 最重要的是 小心中间用疲劳战术对付你 因为你晚上9点谈 谈到半夜你心力交瘁 最后做出了不理性的让步 所以对中间说 我时间不多 只有一两个小时 如果做到上面几步 你的房子还卖不出去 那你的房子选得真不杂地 但我还有其他方法